请各位大德合掌 让我们共同称念本师圣号 七开经济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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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吧 百千万节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方长 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这一堂课 就是继续 我们上两堂课的这个 实践求愿往生净土之要项 安心起行作业 这是善导大师在往生礼赞记里面 告诉我们如何来修行 决定得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方法 那么本来呢 这只有安排三堂课 六月二十八 七月五号到七月十二 那现在呢 警戒期间加长了 所以呢 我们就增加两堂课 包括下礼拜的十九号 跟二十六号 所以总共有五堂课 因此就可以把上两堂课 讲的比较仓促的这部分 再把它交代清楚 那么这三项呢 安心起行作业 安心就安住在这三心 自成心身心会向发愿心 起行就是往生论的五念行门 礼拜 赞叹 坐愿 观察 回向 作业呢 就是四种修 恭敬修 无虞修 无间修 常识修 那第一堂课呢 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三心 那包括到第二堂课 我们也还是有补充说明 那第二堂课呢 我们就去讲到了这个五念行门 就如同往生理善记这边 三道大师告诉我们的 这五念行门 第一 深夜礼拜门 第二 口夜赞叹门 第三 意念观察门 第四 坐愿门 也就是说 散导大师把 往生论的第三门 第四门 稍微对调了一下 持续 往生论的第三门 是坐愿门 第四门 是观察门 那现在大师呢 为了配合 深 口 意 三夜 所以呢 深夜 礼拜 口夜 赞叹 意夜呢 就是观察门 所以他把观察门 放到第三去 然后呢 把坐愿门 就摆到后面 变第四门 那第五门 回向门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稍微 要注意一下这五门 在往生礼战祭里面的用字 也就是说五门里面 都有专心 一心专制 这样子的用词 你看 深夜礼拜门 一心专制 恭敬合掌 礼拜 阿弥陀佛 专礼阿弥陀佛 专礼 礼佛 不杂 余礼 然后口夜 赞叹 用到的是 专义赞叹 阿弥陀佛的 身相光明 还有极乐世界 慎重的 身相光明 还有 比国中 极乐世界当中的 宝庄园光明 都是用 专义 专心 来赞叹 那 一夜的 意念观察 也是用专义念观彼佛 观想阿弥陀佛 观想极乐世界 慎重的身相光明 国土庄严 那这个地方呢 就特别加了一句 观经里面讲的 要非常专心 除了睡觉 其他时间 要横溢 横念 横想 横观 此事 就把那个专心 怎么做 就已经写了 很清楚了 没有间断的 意念 观想 那第四门 坐愿门 也是用专心 专心什么呢 所做的一切功德 不问初中后 皆需真实心中发愿 所做的这些善法 善行 善根 功德 不问初中后 就是指的是 时间的前后 通通通都要用真实心 发愿 把这些功德 拿来回向发愿 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第四门 坐愿门 第五门 回向门 也是用专心 你看 也是用专心 那回向呢 是把自己做的善根 还有三圣 还有三圣五道 一切 圣凡 所做的善根 不只是自己做的 拿来回向 随喜 三圣五道 一切 凡 圣 做的善根 都要深深水洗 然后呢 这个水洗善根 水洗这些凡胜的善根 还有自己所做的善根 通通呢 回向 可是这边注意看 怎么回向 皆惜与众生 通通给众生 共 大家一起 回向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 包括自己做的 包括水洗 众生 凡胜 做的 通通拿来回向 给一切众生 跟我们自己 都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 这是回向门 回向发愿往生 但另外一个回向 就是到了极乐世界之后 也能够回入生死 教化众生 那也是回向 所以往生理瞻记里面就写到 如果你具足这五门 定得往生 而且 这五门 都要跟上面的三心 都要用真实心 深信心 回向发愿心 这样来做的话 不问多少 就是说有人做的多 有人做的少 大菩萨做的多 我们凡夫做的少 但是呢 只要跟三心合 这五门 不论做多少 都叫做真实业 真实的敬业 可以拿来回向往生的 所以是往生理瞻记里面的文字 都比较简单 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 互习一下 往生论里面的文字 也就是说呢 这个往生论里面呢 先讲礼拜门 深夜礼拜 没有错 礼拜阿弥陀佛 但是为什么要礼拜呢 为什么要这样修礼拜呢 为生彼国异固 就是为了要求愿往生 阿弥陀佛的净土 所以他这边写 我们拜佛的时候 一面拜佛 一面就要发愿 我要生到阿弥陀佛 你的净土去 然后常常拜佛 就常常做这样的发愿 就常常做这样的熏习 常识发愿熏修 所以一面拜佛 一面就在熏习 我一定要往生 我愿意求往生 那为什么一定要往生呢 要接近如来大善之士 要跟着阿弥陀如来 这个大善之士 来学习成佛之法 另外一个呢 就是养成佛恩 报恩 了解到佛的恩德 然后求愿往生 极乐世界 就等于是报阿弥陀佛的恩德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一定要深夜礼拜 要修礼拜门 就是有这几个意思 不断地熏习 发愿 然后感恩 念恩 感恩 感这个阿弥陀佛的恩德 这样子 那赞叹们 口业赞叹 称彼如来明 如彼如来 光明自相 如彼明意 如实修行 我们上礼拜对这一段 就讲了比较多了一点 所以称阿弥陀佛的名号 要跟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 光明自相 如实相应 那阿弥陀佛的名号 功德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光明自相 光明自会相 阿弥陀佛的光明 是无爱光 无等光 无亮光 光明所到之处 没有障碍 能够帮众生的无明黑暗 照破 所以经论上面 常常有一个批语 千年的暗示 这间房子 已经暗了一千年 即使是暗了一千年 都没有光明 但是只要我们在里面 稍微点一点火 现在不是用火柴了 现在用打火机 用锁电筒 甚至用手机 都可以 只要这么一点 光明展开 这千年的暗示 一下子 没有了 那个暗 没有了 所以经论上面 常常用这个批语 那我们现在念佛 就要跟阿弥陀佛的名号 如实相应 阿弥陀佛的名号的意思 就是光明自会 从内心里面把我们的 智慧光明的决性 把它开展出来 所以这就是上礼拜讲的 那怎么样 怎么相应呢 就是我们称明 要跟名号相应 要绝而不明 藏身智慧光明 照破自他无名烦恼 那简单的说 照破无名烦恼 主要的在哪里 在破我之 所以上礼拜已经强调过了 那另外呢 又在觉悟 这就是更深一层了 这种 身佛不恶 智他不恶 众生的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所以当我们内心 有这样子的认知 有这样子的知觉悟的时候 我们念佛 就可以这样想 我一起心动念 要念佛 阿弥陀佛的智慧 无碍的智慧 他马上知道 阿弥陀佛的智慧是无碍的 神通是无碍的 所以马上就跟我们众生相应 这个还是从有像的佛 这样去解释 那如果从理体上面来解释 我们自己知道 自己念佛了 就是自己的觉性 自己的法性 觉性 佛性 已经开始起作用 所以 自己的觉性起作用 阿弥陀佛那边 怎么会不觉知 怎么会没有加持 因为他是无碍的 所以从事项上来说 也可以 因为佛已经证得 事事无碍的境界 那我们知道 理事无碍 我具有这个理 透过称明念佛这个事 理跟事是可以无碍的 而所谓的事无碍就是把佛的法界身 诸佛如来是法界身 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就让诸佛如来的法界身 跟我们众生心结合在一起 自他不恶 身佛不恶 就透过这样子把我们的无明我直 给打破 让我们证得 识相的智慧 这样叫做 如实修行相应 故 这是在 口业震探门 称彼如来明 如彼如来光明至相 如彼明意 如实修行相应 这是震探门 再来 作愿门 在往生论里面 就写到 心常作愿 一心专念 必尽往生 如实修行 赦摩他故 所以上礼拜特别强调 这个 作愿 要常常作愿 常常疤愿 从这个角度去说 这个叫做修赦摩他 修止 但是坦伦大师 他补了三段话 说这个 为什么这样子 专念叫做修止呢 他把赦摩他用止 这样子来解释 他讲了三个意思 一心专念 阿弥陀如来 愿生彼国 此如来名号 几笔国土名号 能指一切恶 然后呢 安乐土 极乐世界是超过三界六道 生死轮回的这种三界 所以我们一般众生 如果生到极乐世界 就自然不会有 生口一叶三叶的恶 只 停止的指 只生口一三叶的恶 从这个角度去讲 赦摩他的智 第三个 阿弥陀如来正觉住持利 大胜的如来 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 所有的众生在那边 自然只求生闻 辟知佛心 就不会有二胜 小胜的心生出来 所以他是从这三方面的子 去说到这个 赦摩他 子 那后面两个 没问题 因为我们一往生 就自然有这样子的一个 功德 利益项 现在就是第一个 一心专念阿弥陀如来 愿生彼土 如来的名号跟 极乐世界的名号 能指一切恶 为什么 所以这边呢 就稍微说明了一下 因为谭伦大师的往生论住 他把赦摩他就用 指来解释 而且第一段 就讲到 一心专念阿弥陀如来名号 极比国土名号 能指一切恶 为什么 重要的就在这四个字 一心专念 我们的异业 一心专念在佛的名号 而且如同前面的赞叹门 要跟如来的光明志向 如实修行相应 那又一向专念 又跟如来的光明智慧 功德相应 功德相应 那怎么会不止呢 怎么会不止一切恶呢 你一夜都跟智慧光明 功德相应 当然就不会 而且还一心专念 当然就不会去起心动念 起烦恼 造恶也缺 对不对 简单的说明是这样 那多一点说明 就是引用两种法师的观金四铁书传统记 里面他用一种比较的方式 他说一般的圣道门 还有净土门两个 这两门通通都强调 都说一定要止恶修善 并不是圣道门有止恶修善 净土门就不用 通通都要止恶修善 只不过在说明上面 在功效上面 不同在哪里 两种法师给我们点出来 他说圣道门基能智力强 对智烦恼的功力比较强 所以他们比较能够自己 下去断恶修善 但是即使他们比较能力 功力比较强 能够自己断恶修善 但要断到能够自己了脱生死 才是真正的出离三戒 断恶障故方程出离 你要断到讲白一点 讲专业术语一点 要把见诗货完全断掉 你才能够出离三戒 六道生死轮回 好那标准降低一点 把见诗货断掉 那是阿罗汉的境界 那不到那么境界 起码你要出国 出国许多环 要能够断见货 见货八十八十 也要能够断出 你才有保证 一定可以出离三戒六道生死轮回 这是圣道门 能智力强 功夫够 能够强到可以断见货 断失货出离 但如果是净土门基 基就是根基 像我们这样子的根基的众生 我们也要断恶修善 但是善心令 我们那种修善的心 比起圣道门基 我们比较差 虽然比较差 但起码你要 注于止恶修善的正见 你要有这样的断恶修善的正见 而用谁犯谁掺之时 本愿加利 令为少善 已成出离大善 故趁佛愿 急身净土 若不而者 如果不是这样讲 本愿何要 阿弥陀佛的本愿 有什么重要呢 到这里 是梁宗法师的文字 所以你注意看 同样都要断恶修善 圣道门 虽然功夫好一点 但是他靠自己 要能够断掉恶业障 才能够出离三期六大生死轮回 可如果是我们净土门基 虽然我们断恶修善的功力比较差 但是第一 你要有止恶修善的正见 所以这篇写到 由梁宗法师这段 我们可以知道 为什么我们凡夫 一定要一心专念 阿弥陀佛如来名号 而且一心专念 阿弥陀佛如来名号 能指一切恶 就是这里 因为本身 我们已经有这种正确的观念 要止恶修善 我们内心有这样子的 止恶修善的正见 第二个 随饭随善的功夫 而用随饭随善之时 我们知道自己比较差 烦恼业障是气重 所以常常都会起一些恶念 做一些恶业 你说有吗 没有吧 不错 有时候忍不过 有时候忍不过 气不过 譬如 已经身体不舒服了 结果 一只黑蚊 小黑蚊 那边飞来飞去的 这边盯一下 那边盯一下 忍不住了 气到 就打下去了 终于找到机会消灭他 不要干扰我 请问 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呢 偶尔也会 忍不住气不过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随饭随忏 知道不应该做 但是烦恼恶业习气就是重 所以这就我们凡夫 所以称为净土门机 但是这时候要知道 这样是不对的 下一次一定要勉强自己 一定要忍耐一下 稍微忍过就好了 不是那么容易 讲讲容易 真的做到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这边就想到了 第一 你要有止恶修缮的证件 第二 你要有随饭随忏的功夫 当你具有这样的证件 正在做这样的功夫的时候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 所以内心就念着 阿弥陀佛啊 我是凡夫啊 所以呢 做不好 请求阿弥陀佛加持 请阿弥陀佛的本愿 愿力加持 这时候阿弥陀佛的无碍智慧 马上知道 他的愿力 慈悲愿力 就愿意加持我们 得到阿弥陀佛的本愿加持 故 然后我们常常这样做 常常这样修 一心专念 常常这样子来做 这样来修 那自然而然 慢慢的就能够止一切恶 不是马上就止了 但是起码逐步逐步的 再来止恶 修善 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去说明 往生论里面 往生论注里面去讲到的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如来名号 几笔国土名号 能止一切恶 你说这里面讲到佛的名号 还有极乐世界的名号 为什么也要念极乐世界的名号 能够止一切恶呢 主要是阿弥陀佛如来名号 极乐世界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 来这样思维 你这样告诉自己 我是要求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 经上讲极乐世界 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人家都是修得很好的菩萨 莲慈海会众菩萨 如果我这样子的凡夫 凭什么可以往生呢 你先想看人家极乐世界 都是诸上善人 我们这样的人去 人家会欢迎吗 极乐世界诸上善人 莲慈海会众菩萨会欢迎我们吗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不断地要求自己 慢慢改慢慢改 虽然不能够一下子成为诸大菩萨 但是我们有心要改 有心要修行 有心要断恶修善 所以这就是一心专念 极乐世界国土名号 也能够帮助我们止恶修善 是可以这样思维的 所以这段话是补充说明 补充说明再看回原来的 所以往生论处里面 用这样子来把作愿门 跟修行赦摩他 他并不是把修赦摩他 当成修禅定来解释 他是用赦摩他是指 批博舍那是观 批博舍那是观 批就是批恶 然后批博舍那是观 是做观想 他是做这样子的解释 他是做这样子的解释 就是指前面你要有智慧 观笔就是观察观想 要用智慧的正念来观察 来观想极乐世界 这个笔就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正报义报都在里头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一个 智慧正念观察观想呢 欲如实修行批博舍那故 要跟修批博舍那相应 如实修行相应 所以这个观察笔 这个笔就三种庄严 国土庄严功德 阿弥陀佛庄严功德 极乐世界的诸菩萨庄严功德 那国土庄严功德有十七种 那个是气势间情境 阿弥陀佛庄严功德有八种 然后呢 菩萨的庄严功德有四种 那第二跟第三加起来十二种 这个是众生世间情境 因为讲的是正报阿弥陀佛跟诸菩萨是正报 那国土是一报一报就是气势间 正报就是众生世间 所以这两种情境三种庄严功德 那列举出来十七加十二二十九种 那详细的话就是从往生论无量寿经 那观无量寿经里面的十六观 也在讲极乐世界的庄严 阿弥陀佛的庄严 观世音菩萨大师之菩萨的庄严 那阿弥陀经里面呢用比较简单 七宝杭书七宝词 然后黄金为帝等等的 讲的比较简略一点 详细呢就是无量寿经 还有往生论最详细 那这个呢我们上礼拜 也稍微把这些名词呢 给列举给各位看过 那这些都只是呢 专有名词 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名词 详细的内容呢 那还是要仔细的去看往生论 那今天我们的时间没那么多 所以就不细说了 如果详细的解释呢 在默学的这个 嫁入佛学院第一届也好 第三届也好 里面呢专门在讲往生论的这部分呢 都有呢依着往生论往生论注 详细解释这部分 所以呢这边就不多细说了 好 那么 这边往生论 他把这29种列举出来之后 他说呢观察彼佛国土 17种庄严功德成就 观察气势间亲近的17种国土庄严成就 是可以表现出来什么 可以让我们理解到什么 如来的自立立他的功德成就 也是显示第一地妙境界像 八种的阿弥陀佛庄严功德成就 也是视线如来的自立立他功德庄严 次第成就 你说这两个怎么都是 如来的自立立他功德成就 所以两段都有一样的地方都是表现出如来自立立他的功德成就 在阴地里面发菩提心本来就是上求佛道 效果众生要自立要立他 那现在成佛了 成就了报生阿弥陀佛报生 成就了极乐世界的暴徒 所以这些都代表了阿弥陀佛已经成就自立立他自决决他的功德圆满成就 所以两段用同样的文字 但是你看第一段 国土庄严功德成就 还有一句显示第一地妙境界像 所成就的气势间 国土庄严也代表第一地的妙境界像 所以不要以为第一地妙境界像就是毕竟空 不是只有这一方面的解释而已 不是说毕竟空不对 而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 所有的佛境界包括整个华言经所交代的 所显示的 毗洛善那佛的华藏世界海的种种庄严 也都是毗洛善那佛所证得的第一地妙境界像 那极乐世界的庄严也是阿弥陀如来 所证得所显示的第一地妙境界像 你说那这样的话 那正报的庄严是不是也可以显示第一地妙境界像 当然也可以 当然也是 所以不过既然在国土庄严功德这边已经讲过了 所以在正报的佛的功德庄严这边 就不需要再重复说明 所以让他有一点不一样的话就是 次第成就 在讲佛的正报庄严的时候 讲次第成就 实际上你注意去看 观无量寿经的佛的观想 之前观想佛的报身相之前 还观想佛的莲花座 在祖师大德的注解里面 佛的莲花座也属于佛的正报 所以这个 这个就多说了一点 插开去了 总之呢 就让各位了解 这个佛的功德庄严 跟前面的国土庄严 都可以显示第一地妙境界相 但也同时都显示 如来自立立他的功德圆满成就 那至于这个菩萨四种 显示菩萨 极乐世界的菩萨 他们在极乐世界的修行功德成就 那这个呢就复习一下 你看在往生论里面讲到 极乐世界的菩萨庄严功德四方面 这上礼拜有提过 稍微呼吸一下 第一个不动本处 骗自十方 供养佛 教化众生 第二个一念一时 骗自佛会利益群身庄严 所以第一个是强调 极乐世界的菩萨 也有无碍的境界 在空间上面 他不动本处骗自十方 打破十方世界的那种空间的限制 本处就在这里 十方世界没有障碍 一下子不动本处就骗自十方 不是用化身这样子骗自十方而已 是他的本尊还在本处不动 所以本尊跟化身不二 才能够叫做不动本处 骗自十方 如果是变化成千百亿化身 然后每一个化身都很忙 都是友向 然后各自分工合作 那那个还是着重在四项上面解释 所以这边强调的是 打破空间的限制 正报 一报 也没有限制 才能够本尊不动 化身骗自 第二个是时间上 一念一时 刚刚那样的动作 不动本处骗自十方 不是有时间的完成 是在一念一时同时完成 你说 那这个是要什么未吃的菩萨 难道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都能做到吗 的确不是所有极乐世界的菩萨都能做到 而是要 起码要出地 原教出住 别教出地上 但是在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之下 在极乐世界修行的菩萨 都可以必尽得志 这种境界 你只要在极乐世界跟着阿弥陀佛修行 你终究一定会正到这样的境界 所以这个是打破空间 打破时间 第三个 一切世界赞叹诸佛庄严 有佛的世界 这个菩萨都可以到他方世界 跟着他方世界诸佛一起学习 亲近这些诸佛 虽然用的赞叹诸佛庄严 其实就是去共佛 去赞叹佛 去跟佛学习 这是有佛的世界 第四个是没有佛的世界 没有三宝的世界 这时候极乐世界的菩萨也能去那里 那就不用三宝的身份 刚开始没有三宝 不能用三宝的身份 不能用菩萨用佛的身份 但是去到那边之后 这个菩萨就很努力的 让大家能够了解佛法 慢慢的就有三宝的形象出现 这样叫做无三宝处 四线三宝庄严 没有佛法 没有佛教的地方 这个菩萨去到那里 慢慢让大家认识佛法 认识佛教 慢慢就有三宝的这种形象庄严出现 这是极乐世界的菩萨的功德成就 所以这个是所观察的三种庄严里面的菩萨庄严 所以说这观察菩萨的庄严功德成就就显示 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是怎么修行的 然后再来这个下面的文字 他说往生论里面 往生论柱里面这么讲 也就是说前面博士写到说 这个智慧观察如实修行 皮婆舍纳 你这样子修智慧的观察观想 可以如实修行皮婆舍纳吗 所以谭伦大师就注解 皮婆舍纳是什么意思 观的意思 观 然后这个观有两个意思来解释 一者在此作响 观彼三种庄严功德 在哪里 这个在此是什么 就在你现在在这个地方 做观想 去观想三种庄严功德 此功德如实故 修行者亦得如实功德 什么叫如实功德 决定得生彼土 第二 亦得生彼土 即见阿弥陀佛 见到阿弥陀佛之后 为正尽心菩萨 必尽得正平等法身 与尽心菩萨 上帝菩萨 必尽同德 极灭平等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解释的四种菩萨功德庄严里面 你一往生 虽然你还没证得尽心菩萨 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之下 阿弥陀佛的教化之下 让你可以必尽得正平等法身 跟这些登地菩萨 尽心菩萨就是出地菩萨 别叫出地 上帝菩萨就是出地以上 乃至七地八地 乃至十地菩萨 所以跟这一些出地菩萨 七地八地 到十地菩萨 毕竟同德极灭平等的法身 这就是如实功德 你做这样的修行观想 正面智慧观察 正面观比 此功德如实 故修行者得如实功德 两方面来讲 第一如实功德 你还没往生 你得到如实功德 决定往生 第二你往生以后 你的境界就可以 正得平等法身 跟出地菩萨以上一样 所以这里面呢 要稍微多说一下 谭伦大师在往生论著里面呢 他说皮波神那翻成观 这个翻成观呢 意思不是讲得很满 圆满 譬如我们讲 观世念处 观生无常 观受世苦 观生不尽 观受世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四念处观 所以这边简单的讲 观生无常 苦空无我 那就是四念处观 那 九想观 那是一种不尽观 他说这些都叫做观 但这样的观不能套在 这边的观想极乐世界三种庄园 所以他之所以这样写 就是说都叫观 但是并不能够很明确的交代出 我们现在这边所要讲的 皮波神那的观 观想三种庄园的观 他就举例 说明类似 我们讲树木 光是讲树木 你并没有说 是指哪一种树 山树柳树 不是 不是很明确的讲出来 一样的 你讲皮波神那的观 并不是很明确的交代 这边观想三种庄园 所以因此 谭乱大师才会刚刚 用那两个意思来 检视皮波神那的观 因为这样子的观想三种庄园 功德如实 所以你就可以得如实的功德 为什么这三种庄园 做这样的观想 观想三种庄园 这个功德如实 所以这句话 大家注意看 他不是这样写吗 此功德如实 在此坐享 观彼三种庄园功德 此功德如实 为什么这三种庄园 是功德如实呢 所以我们上礼拜 有稍微简单的说一下 因为这三种庄园 前面不是写了 视线如来 自立立他 功德成就 也是视线第一地 妙境界相 所以这三种功德庄园 都是阿弥陀佛 在因地中以真实心 修诸菩萨道 现在圆满成佛了 果地上成就 真如实相的万德庄园 因地上用真实心下去修 果地上 果地上所成就的万德庄园 就是真如实相 所以这样叫做功德如实 此功德如实 三种庄园 都是如此 因跟果都是如实 在因地上 在因地上用简单的真实心去讲 如实 在果德上面 便能够与佛心如实相应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用真实心 就如同善导大师给我们开始的 我们念佛 观想佛 都要用真实心 去想佛 念佛 而且要 与笔名义 如实相应 与笔如来的智慧 光明相 所以 我们用真实心 念佛 想佛 就跟我们的真如本性 相应 跟我们的真如本性 自信相应 也就跟阿弥陀佛的佛心 如实相应 所以 我们这样子的念佛 用真实心去念佛 功德如实 所以修行者也可以得如实功德 所谓的修行者得如实功德 就是决定得生彼徒 这段话真的很重要 很关键 也就是说 谭伦大师这样的注解 我们如果这样子 文字上这样看过去 没有仔细的想一想 还真的没有办法体会 他注解得真好 所以 墨学就套用这样子的观念 就是因为我们用真实心 念佛 想佛 就能够跟我们的真如自信 跟我们的真如自信相应 就是跟阿弥陀佛的佛心 如实相应 而佛心 是真实心 是真如实相 所展开的万德庄严 三种庄严 就是阿弥陀佛的真实心 阿弥陀佛的实相 真如所开展出来的 所以我们用真实心去念佛 想佛 就跟阿弥陀佛的真实功德 如实相应 所以怪不得 往生论主会说 我们这样子修 义得如实功德 决定得生彼土 所以这个就是 他要去解释 为什么说 往生论上面会说 你要智慧观察 正念观比 如实修行 批婆舍纳 如实修行 批婆舍纳 你就能够得 如实的功德 这是指 还没有往生之前 你这样修 就能够得这样的 如实功德 决定往生 更不要说是往生以后 所以 坦伦大师在解释 如实修行 什么他 如实修行 批婆舍纳 都分两方面 一方面 你在这里修 你能够得 批婆舍纳 得 舍末他 往生以后 也能够得 舍末他 得批婆舍纳 往生以后的 得 舍末他 只 只 一切恶 三界六 大的恶通通没有了 也没有恶 圣的恶 观 能够得 如实功德 你就能够 正得 平等法身 跟如来一样的 平等法身 极灭平等 毕竟同得 极灭平等的法身 坦伦大师 这样的注解 意思就 很深了 很深很深的 所以为什么墨学义 要把这一段话 再重新再讲一遍 原因在这里 往生论处里面有 这两三段很重要的话 往生论里面写到 此三种成就怨心庄严 这三种庄严 成就阿弥陀佛的怨心庄严 第二段 这三种庄严 略说入一法聚 一法聚者为清静聚 清静聚者为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 此清静有两种 这两种就是 气势间清静 众生实现清静 还是用这样的解释 比较正确 如是一法聚 设两种清静 以隐之 所以上礼拜 有稍微讲过了 这三种成就怨心庄严 都是阿弥陀佛的 四十八愿 清静怨心 所庄严成就 都是因为阿弥陀佛 在阴地的时候 用真实心 用清静心 所发的愿 去落实他的四十八大愿 然后所成就出来的 清静庄严 所以三种庄严 二十九种庄严是广说 可以归纳成一句 一法 一法句 你可以把它简单讲 就是一句 或者是归纳成一法 哪一句 哪一法 清静 所以他亲密不是写的 一法句者为清静句 归纳成哪一句 哪一法 清静 清静两个字 所以 清静是略说 广说的话是三种庄严 二十九种庄严 然后他说 这个广略相入 困能自立立他 正因为相辅相成 用清静一句去说明 或者是展开来 三种庄严 二十九种庄严 详细的去说明 做这样子的 互相的说明 三种庄严 就是清静心的开展 清静心 可以开展成 三种庄严 二十九种庄严 详细的极乐世界的 种种的庄严 可以归纳成一句 就是清静心 这些都是阿弥陀佛的 愿力所成就的 再把清静心 清静两个字 再把它分成两方面的重点来说 真实智慧 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 就是用阿弥陀佛用真实智慧 去成就的 所有的庄严 都是清静 都是如来的 无为法身 当下即是如来的 无为法身 所以用真实智慧 所成就的无为法身 就是成就如来的清静心 用真实智慧 成就无为法身 所开展出来的就是三种庄严 二十九种庄严 是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能够自立立他 原因就在这里 能够自立立他 圆满成就 就是指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想继续去解释 真实智慧是什么 无为法身是什么 也不过就是多一点文字说明 你说那什么是真实智慧 就是一种实相的智慧 再换个名词 是正得实相的智慧 那实相是什么 实相是无相无不相 无相是灵一切相 无不相是集一切法 所以无相无不相 叫做实相 所以既然真实智慧 是实相智慧 实相是无相无不相 所以真实智慧就是无知 无所不知 这种无知就是无分别字 无不知就是一切智 一切总智 那无为法身 无为法就是什么 不生不灭的极灭 极灭法 所以法性极灭 不生不灭 既然是极灭 那不可说有相 不可说无相 也不可说亦有亦无 也不可说非有非无 要离世拒绝百废 是从这方面去解释 他的无为法身 简单的说 我们常常讲 中道 八不无中道 不有不无 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生不灭 然后还有一个 不易不易 所以中论里面是用八步 那用这八步就代表 一切的两边 有无来去生灭 这个意义 通通都是指相对的两边 必须要跳脱 超越这样子相对的两边 相对的概念 才能够体会到一种 不二法门 那种绝对的境界 所以中论里面讲中道 是用八步去讲中道 这个时候 强调的是 离两边 八步 两边都不住着 但是你也就可以了解 既然离两边 就也可以 挤两边 如果你只强调 离两边 那我们凡夫就觉得 两边都离 有也不行 无也不行 亦有亦无也不行 非有非无也不行 那你到底叫我怎么办 这两边 有无两边都不行的 再来亦有亦无非有非无 两边也都不行 四句话都不行 那凡夫怎么办 怎么修 怎么去修中道呢 所以强调八步 强调要离开相对的两边 是因为我们凡夫 我们一般人的观念 都落入在这种 相对的两边的观念 实际上在真如本性这边来说 他既不是离两边而已 他同时也是集两边 也就是说有因缘的时候 因缘具足 世西坦 天台中讲世西坦 有因缘的时候 离两边 集两边都可以说 所谓的有因缘都可以说 是什么意思 就可以帮助众生 解除这一种 分别妄想执着的情况之下 集两边离两边都可以说 那才是真正的中道第一地 所以这边写的 真实智慧无为法生 亲近这一句 为什么用真实智慧无为法生 你的真实智慧 必须是合乎中道实相的智慧 你所证得的无为法生 也并不是落入一边的无 有为无为也是相对 所以才会说 三种庄园略说入一法具 一法具者亲近具 亲近具者真实智慧无为法生 所以证得真实智慧 证得无为法生 没有离开三种庄园 他这样子讲法是这个意思 从三种庄园归纳成一句亲近 亲近再开展为真实智慧无为法生 所以你所证得的真实智慧无为法生 证得的亲近心 开展出来就是三种庄园 二十九种庄园 逻辑是这样子推进去再推回来 所以相好庄园 三种庄园相好庄园 就是你所证得的无为法生 也就是你所证得的真实智慧无为法生 因为你有这样的真实智慧无为法生 所以能够出生两种亲近 出生三种庄园 二十九种庄园 所以这个要这样子理解 我们才不会误会 这不容易 这段话真的不容易 上礼拜讲到这里 没交代清楚的地方 把它讲清楚 再来解释第四门 回向门 不是 第四段回向门 因为它第一段是解释前面三门 然后再来解释观察门 那这边解释呢 第五门 这个回向门 然后特别讲 这个回向里面 有四个字可以来解释 善巧色化 色就是色受 化就是教化 度化众生 所以你的第三门 作愿门 可以如实修行色魔他 第四门观察门 可以如实修行皮膜舌纳 如是往生论就这样说 如是菩萨色魔他 皮膜舌纳 广略修行 成就柔软心 如实知广略诸法 如是成就巧方便回向 云和回向 不舍一切苦恼众生 心肠作愿 回向为首成就 得成就 大悲心 所以这边 你前面修这样子 第三门 作愿门 如实修行色魔他 第四门 观察门 如实修行皮膜舌纳 然后广略修行 刚说了 你这样子的广略 广说是三种庄严 略说入一法句 这样子的广略修行 能够成就柔软心 什么叫做柔软心 上礼拜有稍微讲了一下 王生论著 谭伦大师 告诉我们 柔软心者 广略止观 你这样修色魔他的止 皮膜舌纳的观 相顺修行 成不恶心 这就是柔软心 他就用一个辟语 以水取引 亲近相知 而得成就 一般我们讲柔软心 是讲禅定 但是他这边说 你成就柔软心 是子观相顺修行 成不恶心 不是只有子 禅定的柔软心而已 所以我们说 一般在讲柔软心 因为你的禅定 有禅定 你的心就柔软 心性调柔 为什么 这个有禅定就叫做 心性调柔 成就柔软心 因为 我们在禅定当中 面对所有的境界 五根接触五成 这时候 你不会随着 这五成 去流转 因为你有禅定 我们凡夫 会随着五成 流转 眼见色耳闻声 随着五成流转之后 会怎么样 会把素式的那种烦恼习气种子 就跟着起现行 眼见色耳闻声 碰到顺意的 就起贪 碰到密我意的 就起称 碰到众生 看不起眼 看不起他 就起慢心 贪称吃慢疑 就跟着生起来 五根接触五成 我们凡夫就很容易起这些烦恼 调伏不下来 没有禅定 有禅定的修行人 五根接触五成的时候 他能够降服烦恼 不让这些烦恼起现行 所以这边写 禅定公身心性调柔 能心得自在 心得调柔 得自在之后 怎么样 就能够如实观察 诸法的法性 所以说 心不调柔 不得定 不能够如实观察 了之 广略诸法 不修 得心 柔然忍 则贪着五欲 则贪着五欲等近 就是心会随着五欲 五成 其五欲 贪称吃慢疑等等 不能知止而定 没有定 就不能够详细观察 起不了观察的这种作用 为什么 我们的心就浮动的 智慧的功用 起不了作用 所以经论上面常有一个 辟语 智慧的观像那个火焰 的造明的作用 你把那个火 以前的蜡烛 油灯的那种火 放在那个窗户旁边 放在门口 外面的风一直吹 一直吹进来 那个蜡烛 油灯的火 没有消灭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更不要说 它能够放大光明 把房间 照得清清楚楚的 境界风 就会灭掉 那个智慧火的光明 现在把门窗关起来 就好像修定 不要让那个境界风 来影响那个智慧的火 智慧的光明 这时候 那个蜡烛 那个油灯的火 就会一直不断地产生 照明的作用 所以才会说 心能够 只能够定 才能够详细来修观 有定 然后才能够修观 是这个意思 所以不能够知子而定 就不能够详细观察 心不调柔不得定 就不能够如实观察 了知诸法 广略诸法 所以 只观二门 要先让你的定 有功夫 柔软心诚 略即止修 广即观修 他这边写的 广略诸法 可以这样讲 略就止修 能够有止 的定功 你才能够 广修观 所以观察三种庄严 要观察 极乐世界的 种种的庄严 你看 观无量寿经 十六观 第一观也叫我们什么 先修 落日玄古观 先把心 定在 一定的境界 心定下来之后 才有可能继续观 这个七宝地 八功得水 七宝池 种种的这些 庄严功德 所以因此 要先修 色魔他 先止 心得 柔软 再修 皮薄舌纳 观 才能够 如实之诸法 是止 这个意思 这时候 你 你能够 有止 再修观 止中 有观 观里面 也有止 有定的功夫 止观双运 止观不恶 所以他才会说 相顺修行 成不恶心 所以谭论大师 才会用 水 取引 水 要静 平静 才能够当 静子这样的作用 能够取引 是这个 屁育 所以 这个文字 看起来 不难懂 但实际上 修起来 不是那么简单 这个止 这个定的功夫 最起码 最起码 要有 欲界的 定 或者是 未到地定 出禅之前的 这最起码的 但严格讲起来 要有 真正的 射魔他作义 那就是要出禅 射魔他作义 所以现在 谭论大师 这边 就不从正规的 修定的那种 次第去说 只是简单的提了一下 柔软性 有真正的定功 这时候再去修观 这时候 定中有观 观中有定 子中有观 观中有子 定中有慧 慧中有定 定慧双修 定慧不二 这样叫做 相顺修行 成不二心 是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你看 这边是什么写的 柔软心 广略止观 相顺修行 成不二心 以水取淫 清静相知 又清又静 静指的是 有止有定 然后 清就是有照明的功用 有观有慧 而成就也 所以 这是往生论著 去解释 往生论的文字 说 如是菩萨 能够巧方便 回向 你能够有这样子的 圣摩他 批波舌 那 的广略修行 成就柔软心 才能够如实之广略诸法 能够如实之广略诸法 才能够如实成就 巧方便 回向 这句话 也很深 不容易了解 我们简单说 一般我们讲回向 就是希望把自己所修的功德 回向给一切众生 不舍一切苦恼众生 心肠作愿 回向为首 能成就大悲心 所以你能够成就大悲心 透过回向 跟你的大悲心相应 所以我们先解释这段话 凡是解释回向 就把你自己所修的一些功德 回向 施予一切众生 共向佛道 这是一般讲的回向 现在说成就巧方便回向 就是你用五念行门 礼拜门的五种修行 礼拜 赞叹 作愿 观察 回向 所修集的一些功德 方愿摄取一切众生 共同生比极乐世界 佛果 这个极乐世界 就是毕竟成佛道路 无上方便 所以才叫做巧方便回向 巧方便回向 所以这个比较好懂 现在难懂的就是 这句话 如实知广略诸法 如实成就巧方便回向 也就是说如果你刚刚才解释 如实知广略诸法 就是五念行门 广略诸法 简单的说 就可以成就巧方便回向 所以简单的解释 就是这样的解释 这段话的解释 但如果细的来看的话 那不是指也这样 有点麻烦 你看 如实知广略诸法 刚刚讲广略说 略是指 广是官 但实际上 但实际上 如实知广略诸法 后面还有两个字 诸法 你修这样的指观 能够让你如实知一切诸法 怎么样 如实知一切诸法 实际上在往生论诸 讲的更多一点 知广略诸法 都是实相 知诸法 知三界众生 都是虚妄相 要同时知这两方面 一切诸法 都是实相 同时也知道 三界众生 都是虚妄相 为什么要这样解释 如实知广略诸法 因为你只有从 这两个相对的 一切诸法 都是实相 但是三界众生 也都是虚妄相 你才能够生起 真实的慈悲 大佩心 才能够生出来 所以你为什么 要这样回向 因为你知道 三界众生 虚妄 本来都是实相 现在都落入虚妄 所以详细讲一讲 你知道极乐世界 亲近二十九种庄严 当下都是实相 极乐世界的三种庄严 都是实相 相对的现在我们这边 三界六道生死 轮回的众生 都是轮回相 是虚妄相 相对的两个 极乐世界这边 你所知道都是实相 三界六道生死 轮回说过世界这边 都是轮回的虚妄相 你要这样子的如实之 广略诸法 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如实之相对的两边 你知道极乐世界 清净庄严 都是如来的真实法性生 所呈现出来的清净庄严 所以我们从这边 生起真实心 坚固归一信解之心 也就是说原来极乐世界这边 都是真如实相 都是清净心 所开展出来的 所以你就要发起 回向求愿往生 也就是发起 上求佛道 我想要成就像阿弥陀佛 这样的清净庄严 三种庄严 都是阿弥陀佛的清净心 所成就的 所以我了解了之后 我就发愿 我也要成就这样的清净庄严 跟佛一样 因为我也有这样的佛性 我也要成就像佛 这样的清净庄严 所以等同第三心 回向八愿心 上求佛道的心 相对的 说不过世界 三界六道生死 轮回的众生 虚妄向 虚妄受苦 虚妄在那边起祸造业 又继续受苦 受苦当下又起祸又造业 有时候你看很多这些电影影片 去描述这些可怜的吸毒的众生 他们本来一念无名跑去吸毒 然后吸毒以后就跳不出来了 每一次没有毒品可以吃的时候 就难过的半死 就一定要想办法 即使去偷去抢 去杀人 去骗 都一定要把这些钱拿去买毒 然后寻求一时的那种毒瘾的解脱 他会去造业 造了业 还继续受苦 受苦 在受苦当下又再起祸 又还再去造业 去做种种的行为 来获得金钱 来买毒品 就这样不断的循环 我们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的众生 只是没有这么可怜 没有像吸毒的众生这么可怜 但是我们也常常是做这些 类似的行情 受果棒的当下 心不甘情不怨 怨天尤人 恨种种的这些 为什么他是这样 为什么我就一定要这样去受苦 他就可以内心的不平不满 然后就起祸 然后去造种种的业 不想到 没想到 造了业之后 我们自己又继续受苦 还是会有果报 受果报的当下 又开始怨天尤人 又开始埋怨 埋怨当下 为了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又造业 你看 那不就是一种循环吗 所以这边讲 如实之广略诸法 如实之广略诸法 这种如实之 一方面知道 真实相 实相 像佛这样的清净专业 一方面知道 众生的虚妄相 都是如实之 如实之 清净庄严 帮助我们生起 真实心 坚固的 皈依的心 信解 净土法门的心 发起 回向往生 发起 上求佛道的心 如实之 众生的虚妄 这种受苦 起获照业 就生起 拔苦与乐的 慈悲菩提心 所以 不但是 帮助自己往生 也要帮助众生往生 我们能够往生的 我们也要 回入娑婆 度有情 也就是 发起 下化众生的心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的心 都有了 那不就是菩提心吗 那就是菩提心 所以 这边讲的 真实心 上一周末学强调 真实心 有 有钱有身 那 赞导大师在解释 真实心的时候 有强调 自立真实 立他尊实 他那股文字里面 讲 自立真实 立他尊实 都着重在我们凡夫用的 是第六意识心 所以你自立真实 要真实心 去断恶修善 不过还是用世间的这种讲法 四项上的讲法去讲断恶修善 可是如果配合这边的如实之 这个真实的如实之 那就不是只有 知道四项的断恶修善 而是你要 你要就近的体会 真如实相 真如实相 也就是说 整个清静庄严 开展出来的 就是阿弥陀佛的真实心 阿弥陀佛的真如实相 所开展出来的清静庄严 所以从这边 我们就可以把前面 做一个连结 做一个互相的 这种相应的讲法 墨学前面说 用真实心念佛 功夫有浅有深 深的用真实心念佛 是上三品往深 浅的就是中三品 下三品往深 然后如实之 所以这边写错了 这边是如实 如实之实相而念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如实之广略诸法 可以往上如实之实相 往下如实之众生的虚妄 像升起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的心 所以这个就是合乎起信论的执心正念真如法 也就是这里的如实之 那就不是只有四项上讲的真实心 的自立真实了 还有理上面比较深入的真如理体 所以这个就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回来 回来这里 所以才会说 为什么菩萨 这样修 圣摩他 皮波舌那 广略修行 成就柔软心 如实之广略诸法 就能够如是成就 巧方便回向 你的内心里面就有真正的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的心 而且 四项上也有 理体上面也有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 回向门 已经把前面 一直修下来 从坐月门 观察门 到回向门 已经把所有的大圣法 结合在一起了 因此他才会 回向 不舍一切苦恼众生 心肠回向 坐月回向为首 成就大悲心 大悲菩提心 所以结合到五念门里面来 我们这样修下来 礼拜门 赞探门 坐月门 观察门 回向门 把这五念行门 所及的功德 通通拿来 摄取众生 所有的众生 大家一起往生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平常怎么回向 希望我所修的一切的善根功德 全部回向 全部回向 全部回向给一切众生 大家一起都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 一起共乘佛道 是做这样的回向 所以这个往生论 往生论著 这边就有一段很经典的话 就把一般的圣道门跟净土门的菩提心做一个融合 所谓无上菩提心 摄取众生 升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你有这样子的心 要摄取众生 升到极乐世界 要帮助众生 帮助所有众生 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是发无上菩提心 所以往生论才会说 不求自身住此之乐 欲拔一切众生苦固 所以以后你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说 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这种愿心 即是菩提心 是这个讲法 因为我们发愿往生 不是只有自己往生 也同时希望帮助一些众生 都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 帮助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 干嘛呢 就是帮助他去极乐世界成佛 到这里 另外呢 往生论里面后面 再把它做个整理 这五念门 也可以这么说 互有五种门 见识成就五种功德 把这五门 就配合 五念行门 就配合五种门来解释 礼拜门 配合禁门 第二 震探门 配合大会众门 第三 座院 配合宅门 第四 观察 配合屋门 第五 回向 配合园林游戏 地门 而且他说这五门 前面四门 成就入门的功德 第五门 成就出门的功德 入功德 出功德 这个入跟出 你就加个门 入门跟出门的功德 怎么说呢 入第一门 礼拜阿弥陀佛 深夜礼拜阿弥陀佛 得生极乐世界 为什么叫禁门 你已经入大圣 住正定句 禁无上菩提 禁就是靠近 你能够 深夜礼拜 目的就要求生极乐世界 你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入大圣门 你一往生极乐世界 你必定成佛 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射受你 加持你 你一定是属于 正定句 也就是说 你一定是 可以成佛的菩萨 你是属于这一类的 正定句 就是三句里面的第一类 正定句 必定成佛的这一类 所以你礼拜门 你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你就入大圣门 你就靠近无上菩提 你靠近成佛这一门 所以入第一门 进门 礼拜阿弥陀佛 入第二门 大会众门 是修赞叹门 入第三门 宅门 是你发愿 入第四门 屋门 是你修观察 然后到这里 是入门 入到极乐世界 大圣门 然后出第五门 就是用大慈悲 回向度化一切苦恼众生 这是简单的说一下 那这边呢 第二门 正案门 随顺民意 称彼如来民 这我们刚刚 又在呼吸很多次了 然后依如来光明志向修行 为什么这个叫做 这叫什么门 大会众门 你能够这样修 你就跟亲近大海众菩萨 跟他们是一挂的 俗话就这样说 你们是同一类的 同样这一众 所以你已经是属于亲近大海众菩萨 因为他们都是这样的修行相应 所以你就入了这个大会众 那第三门 坐愿门 刚刚说了 如实修行 舍母他 所以这宅门 你看 一心专念 坐愿生彼 故生彼 修舍母他 即进三昧行 舍母他 即进三昧 得入佛的屋宅 这个就把境界提高了 不再是只有前面那个浅显的讲法了 为什么叫做宅门 你入了阿弥陀佛的屋宅 阿弥陀佛的屋宅是什么 极乐世界暴徒 莲花葬世界 也就是说 这边就把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跟毗洛喳那佛的暴徒 莲花葬世界化等号 所以我们能够这样修舍母他即进行 就等于入了阿弥陀佛的屋宅 极乐世界 入了莲花葬世界 修第四门 专念观察比 极乐世界的一正二八两种庄严 修毗波舍那 得到佛土中 你就是不是只有入门 已经真的进去了 可以在里面受用种种法未乐 所以你看这个第四门叫做屋门 你已经进屋子里面了 刚刚第三门你是进那个屋宅 刚刚入门而已 现在你已经进到里面去 得到佛土中 你已经在佛的暴徒中 你可以受用种种法未乐 真正入到里面去了 这是入门的功德 那第五门回向 大慈悲视线硬化身 这时候你跟极乐世界的清新大海中不差一样 你可以视线种种的硬化身 回入生死源 烦恼临终 游戏神通 度化一切苦恼众生 以本愿力回向 所以这个人叫做圆灵游戏地门 也就是说你已经有这种游戏神通 去度化一切苦恼众生 所以这五门 前面四门是自立行成就 第五门是立意他行成就 立他 自行 自立 自立行 立他行 自立立他 如是修五念心门 自立立他 数得成就 阿诺多瑞三百三菩提 故 所以最后他强调 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 人天的诸行 你说这边为什么会有人天 没有断见识祸 偶一大师就解释 没有断见识祸 在极乐世界修行的菩萨 没有断见识祸 都还叫做人天 虽然发菩提心 但是因为功夫还不到 就像我们 一往生 虽然能往生 但是见识祸没断 所以在极乐世界算起来 可以相当于我们说播世界的人天 因为还没有断见识祸 所以不管如何 他这边讲 凡是生到极乐世界 菩萨人天所修的这些 自立立他的行为 通通都是圆着阿弥陀佛的本愿力 都因为是有阿弥陀佛的本愿加持 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这样子的功德成就 所以以上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接下来的两周 还有两周 我们就专门去讲 这个世修这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请各位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下记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通胜极乐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菩提心